正值复理箱青梅盛产的季节 复理箱农会为了行销推广在地青梅农特产 特地结合在地观光休闲农业资源 办理美好的一天食农教育体验 民众游客亲手采摘青梅 制作DIY的萃梅 以及品尝以青梅及在地食材入菜的创意料理 让前来的民众游客满载而归 在地复理的美好回忆 树林50年之久的梅子树树形树式昌尽有力 有客民众欣赏之余 也跟着梅农示范指导后 开始体验手采青梅的乐趣 新鲜手采的青梅小而美 此时此刻最适合拿来做成脆梅零嘴 大伙跟着农会以及青梅农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DIY制作专属于个人风味的脆梅 此外在农会精心规划的大地餐桌 带领大家品尝以青梅 以及在地特色农产食材入菜的传意料理 在山巒银雾飘渺的梅树美景下 各个品尝享受这美好的一天 正值布里香青梅产季 布里香农会为了推广行销在地 有机青梅农特产 在农粮署农区分署的支持协助下 办理美好的一天青梅施农教育体验 提升农产经济价值 也让消费大众能食当季吃在地 看到沿路很多的梅子 那其实这些都是有新的 而且我们这边因为这个 天南滑地像现在可以看到 周边都有这个云雾 所以它这个生产的环境是很好 然后梅子的品质也很好 那我们也希望说 西部的游客可以来体验 我们当地的梅子的生产 包括这个游戏的活动 让他们更了解我们当地的梅子的文化特色 复理香为华莲青梅主要产区 在中面积将近200公顷 其中近几年在农会强力辅导 潮有机农业发展下 目前有将近70公顷面积的有机美元 同时也结合在地休闲观光农业的资源 推办青梅食农体验之旅 不仅多元推广在地农产业 也提升青梅农产产值 那美好的一天的这个活动 我们当然有两天的活动 就是住在这里一个晚上 不仅可以去采梅子 也可以去体验我们美火山豆腐 去炒米香 还有各个复理不同的景点 那一天的活动的话 就是单单采梅子 那采梅子我们也会带你们去 我们梅园亲自采了之后呢 然后又有体验我们怎么做梅子 教你怎么做 怎么做加工 这些活动都有 这是上到我们农会的官网 很多相关的时讯可以去查询 今年春雨少 现在青梅产季才刚开始 颗粒小巧 风味不减 富里香农会也推出 美好的一天体验游程 踏青彩梅 DIY手作各类加工品 品尝青梅风味餐 清明节五天的廉价 可恰富里香农会旅游部恰询 与亲朋好友 到此来一趟深度的美好之旅 体验富里香春天美好的产业风光 美好一天 Sia 记者是玉兰 富里香采访报导 女明 并非